小莫 你干什么大小孩来这里 叫爸爸 你跟老妈来这里难路干什么 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爸爸了 我跟你妈妈已经离婚了 离婚了 那责任就可以离了是吗 离了婚了 那小孩也跟了你了是不是 跟我没有一点关系了 小孩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小孩是我抚养 那你是不是应该给点抚养费呢 抚养费什么 不是给了 你哪里给了 离婚三年 你什么时候给过一分的抚养费 当时都说的好好的 以后不要骚扰 不想干涉对方的生活 今天我结了婚了 你就不要在这里来骚扰我了 是这样说 互不骚扰 我也不打扰你去找下一任 但是我们前提已经说好了 法院已经说了 每个孩子一个月500块钱的抚养费 你给过一分钱呢 我这不是资金也周总不过来 而且又买了车又买了房 这边彩礼也有钱啊 你有钱买车买房给彩礼 你为什么没有钱给这些孩子 他们不是你的骨肉是不是 就因为我找了新花又需要钱 所以你大的小孩平时你也工作啊 你也有钱啊是不是 工作工作你知道我是怎么工作的吗 上次这几个小孩啊自己去河边玩水 就是因为我去工作了 我没法没办法照干他们 结果差点就出了溺水事故啊 那也是你这个母亲的不负责一样 那怪谁啊 你连责任都没有啊 还干嘛了 花都被拿了 还看什么呀 滚 什么事吗 这我前妻 离婚了 你还带小孩来这里干嘛 对啊 带小孩来拿我路 我告诉你 离婚之前 还有离婚协议那时候我们写得好好的 每个小孩三个小孩 每个月五百块钱的抚养费 一个月就一千五 离婚三年到现在为止 一分钱你都没给我 我有一分都没给啊 这种比老赖还老赖 还是小孩跟着你 平时有点吃有点磕就行了 我到时候慢慢开 到时候结婚放我就给你 你当初我们俩为什么离婚 你不清楚吗 就是因为我生了这三个 都是女儿是你自己嫌弃 说没有给你一个生一个儿子 传宗接代 那怎样你自己 当初离婚的时候说好了 法院人家也判了 小孩是跟我 但是你也要尽到父亲的责任 那怎么能一分钱都不给你 人家养下三个小孩不容易啊 是啊 三年了我容易吗 你在一边吃香喝辣 我在跟着小孩这里吃康宴菜 亲爱的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要当着我们做什么办 你说还是我说 其实我都说了 现在没有结 但是我结婚婚了 太红包回来 给你们一个月 我不管你 你看小孩一个月就一千五而已 你一年下来也就是一万八 你这一年一万八你都拿不出来 你十几万的你有钱来买车 几十万的你去买房 你一万八你都不肯给我 自己小孩不严 又结婚 一点男人的担当你都没有 亲爱的我跟你讲 你赶紧姐姐好啊 要不然我也不嫁给你了 我也不想下一个成为他 对啊你嫁给他可能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告诉你新娘子 我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你不要在你拿三风九花 我给你 你就是这种人 那你解决啊 这种人 对家人就在我们婚礼上来了 要不要给多一点 现在什么时代了 可能三年了 你自己算 生男生都一样 这种小孩这么可爱 跟叔叔回家 那个 这么多年了 一分钱都不给 至于小孩也不关心 就 只有一千块了 先拿一千块 赶紧走人了 一个月都不够 是啊 人家三个小孩要吃要喝要住 哎呀 人家又不能去工作那么的不容易 那我真的没有了 要买车要买房 你那边也要财 你自己想一想 你提老婆男的不用彩礼啊 这是你的问题 这是你男人该有的担当 那你现在先 你要说抚养费你都不给 万一要我跟你结婚啊 然后 是不是也得生货费 你都不给我 我看你还是不要结啦 这样男人你敢嫁嘛 就是不说这个抚养费呢 小孩连平时打个电话 关心一下都不打 你啦 我还关心什么 而且小孩子你生的 又不是我生出来的啊 那不是你的吗 不是跟你姓吗 反正跟我一点没关系 你一千块拿着赶紧走人了 哎你给多点嘛 一千块真的不够杀牙缝啊 三年啊 你给的一个月都不够 那没有了 那空了 我不管你 什么今天 那叫你老婆走 给多点啦 给多点啦 等下耽误你两天其实也不好说这样 人家也不写出来拿你的路 我要真的有办法 我就这些年 你看我我跟你离婚三年 但凡我能过得下去的 我都不会来找你 那为什么人家的女人能工作 又能照顾到家 你又不行 别人一问我来要抚养费 你脸没这么好啊 我带着多少个 我带着这三个啊 人家家里面有大人 你这么有老 我下面我还要看着这三个 给了给了给了 来那你 来我给啊 他已经给了 你这么没有刚刚 小心啦 以后你生个女儿的话 周边他也赶你出门啦 我告诉你 好了好了 不要乱说这种话 这里有两万 来了 这才两万也是宅客一年多 剩下的你要赶紧给啊 你剩下的呢 当年法院已经判了 反正小孩你要抚养到18岁 那你今天一定要说明白这个情况 谁肯巧是不是 反正你要给我个承诺 至少要给我个承诺 以后每个月要按时 打到我的卡上去 怎么样也得有个说法啊 是吧 要不到底这样啊 我们明明拆了红包 马上就给 反正现在还不够三年 这三年我都还没有吹过 要不这样 你答应每个月15号赶 我们做见证啊 行行行 我赶紧一下 你不相信我也要录个人 我们做个见证 我要录香 不用录了吧 说就行了 不用录你这种人说话 一点都不算数的 哎呀 等下别耽误了 太紧了 录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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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了18岁为止 行了吧 每个月给多少 每个月给1500 行行行行 这个还差不多 对呀 男人嘛 又有一点担当 平时小孩你不关心就算了 下雨了 我们走了 不担心 让你已经够红包了 我们就不用了吧 来来来来 等待我不好意思啊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不准时的话 我就拿着这个录像去 法院里那里去告你 要你强制实行 走 别什么别的 等一下不行啊 忙了就弄好了 不是吗 还有几个一口 有没有帮忙啊 最好啊 你帮忙更好啊 还有 这边是不是啊 这边是不是啊 我叫你怎么 那我注意这边 你推进来 不好意思 手滑了 我以为是这边的 你这边搬豆芒吗 你真是的 你是故意的 不要这么说 我就是故意要怎么样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没看到我开车过来吗 第一人那么久就老爸 你还不 还不认开 那你滴滴滴滴个屁啊 我都说先弄好这些就可以了 我们搞好等你好过一点啊 就是了 你知不知道我们进你们村干嘛的 还在你等我 真的是 那我们不帮你搞好你过得去吗 也不会这么冲动啊 我们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让你一公都没得做 你信不信 你要我把这砖头 我放在中间 我要你刮到底盘都乱去 信不信 就是嘛 是呀 真的 哎呀 你还说干嘛 不要打啊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不要怎么样 我们好心啊 我去帮你们 就是了 这个砖头 还要打人啊 你 有没有讲道理啊 真的是好心当驴干费的 好心好意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耽误我这几分钟 是浪费我多少钱吗 我本来就敬你们村子 签合同了 你这样浪费我时间 签合同又怎么样 你签合同就能这样欺负人啊 我这欺负你又怎么样啊 像你们那些虫鬼 欺负我 欺负我 你就不用过去了 哎呀 你既然损失了 那就损失多一点 算了吧 我们赶着去签合同了 吵什么吵啊 那时间都过了 本来不想吵的 但是看见他们这样 我实在忍不下去 你不要那么松啊 你还进 想不想进去 我就不给你进了 我跟你讲 哎呦 看你进 我看你进 你要不然是把我的车抬起来啊 你大不了 你就从我身上撵过去 你敢不敢 那么牛逼 要不要 不要打人啊 你不要打人 哎呀 你不要那么松啊 看你脸了是不是 我反正我今天就不给你进去了 你要么把我的东西弄起来 一个一个 踢过那边去 哎呀 一块砖一块砖踢过去 哎呀 两位大姐对不起了 你们要人家行不行 要人家 我向你们陪你道歉 我们搞 你没有做错 我不跟你计较 我现在是他 这什么态度啊 这个人真是的 来来来来 送我帮你了 拿着钱赶紧走人 兄弟 你以为呀 有钱就不起呀 我怕你让你车爆胎 给你留着 给你钱没有还找我 超不了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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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帮他 你还那么松啊 我们移工都要打 哎呀 我就不给你进了 不跟你们废话那么多 打掉给我表哥出来 咬了瘦的 我倒要看看你表哥是谁 哼 我表哥是谁 我表哥是家里的村长 哦 那村长就更好 还一个定位 让你们连义工都没得做 让村长来看看 喂 竟然有这种表弟 哎 表哥 你看你出来一下 我现在在你们商坡这里啊 现在有两个义工 我们的臭婆娘在一起拦路 快点啊 啊 是臭 你是 还是 流氓 感觉是流氓啊 谁说 哎呀 进来就打人 我打你又怎么样 等下我也打你 我跟你讲 等一下你不想过啦 告诉你 被人看见我才是过来 都远远的躲开 要我挤吧 你们啊 哎 臭我要脸 干嘛要你啊 拦路 干嘛要让你 你是多大的脸啊你 哼 哼 不知道老师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看我了 不就是有个村长表哥咯 了不起啊 说你是一样 世界都敢一样 就不让了 啊 哎呀 你要打人要打呢 老师 打人要干嘛 你村长要怎么样 村长我也不让啊 你说的是什么话 我大了眼镜头 要听到你骂我的是吗 那我 我哪里骂你呢 他 他说他 你是他表哥 有一个村长表哥很了不起是吗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是吗 是啊 他是我表弟 那你骂我干什么呢 啊 我又做错什么事了 那你看看你表弟做了什么事 他做错什么事 他站着你的名号在到处欺负人 他哪有欺负你们 你看看 今天本来都是你 你说有个人进来签合同 叫我们两个过来搞好一点电影道路 咋啦 我现在好心当驴干费呢 好心不好报 就是了 那明明是你们来这里屋里取到档路 村长 你搞搞清楚先行不行 你看我的车 你看我一车的砖头 我跟你说啊 我表弟啊 跟我们 是我们村的大红人 啊 贵人呢 你们得罪了他 等一下你 那是你们家自己的红人吧 你们村的水泥路 那个店的那个路灯 都是我出钱出资的 我不管你 你出资修这些 你就可以 嚣张是吗 得得得 我有资本啊 我有钱啊 你看 你要吧 什么也没有 表弟不要那么凶 哎呀 你今天跟他们说这些干什么呢 那这里车是 他们自己弄掉了还是干嘛 他 我搞的 你搞的 你不知道 你表弟我吗 我进来的时候 他们在这里 把那个石头啊 我想了好久了啊 他们就是不叫 哎哎哎哎哎 说就说了 不要打人 是你退了是吧 捡捡来就行了 哎呦 捡什么捡啊 捡捡来要跟我道歉 你表弟我什么身份啊 捡 你看 要是我身份 你看村长 他刚才就一时这样 利用你的身份 利用你的职位去 我还用 我还要用 我表哥的身份来压你们吗 我大把钱 哎呀别这样了 有钱就是资本 都怎么懂 还把不把我这个表哥放在眼里 啊 还想不想合作呢你 合啊 合那你还那么凶 但是我的妹妹你骂他们是什么意思 明明是你都不对 你捡起来就行了 我都说了 谁叫他们出言不讯呢 你说我 什么出言不讯呢 本来就是你不对的钱 都说我们搞好这石头 好让你过去 等等我来处理 别啰嗦那么多 捡起来 先来就行了 我们继续去我家喝茶 哎呀 表哥你不是说我什么身份吗 你叫我捡 当然人家别人看到我 那些兄弟看到我 那么呢 我不是丢你死了 我跟你一起剪情了没有 哎呀 表哥你更加不用剪了 你看你是村长 剪了更加是 都是身份 你整年以这种态度来是吗 啊 整年仗势欺人是吗 有这个钱 有几个钱很了不起是吗 整年这样说的话 整年是真的态度了吧 行 那我就没有你这个表弟的跟你说 明明是你做错的事了 你都不不敢承认 哎呀 表哥别这样啊 别这样 我们合作还要不要继续 肯定要继续啦 继续继续 捡起来 哎呀 这种态度的 你看你啊 不思悔改啊 你不知道做义工的辛苦 行 你过后你就 你你你你你又来这里做 依旧的义工 那那 听到没有 你捡起来 捡起来 但是那个合同 哎呀 捡起来 合同去继续 快点快点 小教练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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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现在先 你 你时间来给你干嘛 好 我怎么想 想穿衣服给他 我们做一下行 请看一下 不原来 你老是不知道我们 让你们也提 做一天 永远的辛苦 哎呀 你表弟我都没做过这种事情 行了行了行了 你们做一下 现在老婆陪你一起做 你们出去 我再回聊 好 帮你 我们收工 让你们自己做 站着这些 你们站回去 我再教你们等于你 以后这人低调一点 行不行 哎呀 怎么那么重啊 我去 哎呀 太重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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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这样 干什么 干什么 我找新娘 叫新娘出来 新娘说你想见就见他 你干什么啊 你问一下他想见我吗 他又不认识你 你想干什么 你就像巴佬 他不认识我 我可认识他 怎么 你咬玉米你干嘛 就你认识他 我干嘛 你还知道我叫玉米啊 什么问题 今天还挺漂亮的吗 你想干嘛 他想干嘛 想干嘛 你问一下他 借我的10万块钱什么时候还 什么欠你10万块 我都没听过说过这事 5年了 借我钱的时候他说 过几天就还 现在呢 多少年了 5年了 一分都没还到 那我 我爷爷生病的时候 记得住院要钱的时候 我就叫他给钱 他还两天过几天 过几天 送到医院给我 我在那等到 等到我爷爷都去世了 钱也没送到 我那时候不是没有吗 怎么这样子啊 没有没有 那你说过的话 你得对线承诺啊 多少年了 有没有 这回事你干嘛不跟我说呢 亲爱的 亲情就要还了 我看你骂我啊 不管 反正今天不把钱还了 你们没钱从这里过去 这回你们 别结了跟你们说 哎呀玉米给个面子先 等我结完婚先嘛 我再还给你 给个红包你先让开好不好 拿个红包 我不要红包我要钱 要回我的钱 我那时候还辛辛苦苦 我卖猪得了几万块钱 他求我受了什么什么急事 我就还给他 借给他了 你以为我挣这个钱容易啊 大水穷过来的啊 那我那时候确实是有急事嘛 现在你先让我结完婚先 你让我先去拜了堂 明天我拆红包还给你行不行 不行 过几天我就去哪里找你 那你 我现在一时也筹不出那么多啊 筹不出也要还 那你又结婚 他跟我结婚 就不用他花钱 是我这边出点钱就行了 你干什么 大婚日子 你先向人家 我拜堂先吧 好吧 你先回去 不行 他是你老婆 那你帮他还呢 分联工婆的 你帮还呢 几万块钱 我就不信你们拿不出来 你要的要不你看一下车上还有多少 先还一点给他 哪里还有多少 我们结完婚 又买了车又买了房 咱去夹巴了 哪里还有什么钱 我看下来 反正没钱 不还钱 你们今天就别选结婚 你先让我过去嘛 过去拜堂 明天我拆红包 我还给你行没有 不行 你这就老赖 千千不还呢 我可不信你们了 这里 就只能这样 2万块了 等一下那边 还要用呢 开支啊 还有提倡 行了玉米 你就先拿着这2万 等我明天拆了红包 我那8万 连本带利我都还给你行没有 你也不要耽误我的大事嘛 你看人家大喜的日子 你堆个车出来 挡路那也很不道德啊 是不是 是啊 对啊对啊 赶紧啊人家急事快要到啦 对啊 你先拿着2万块 不用跟钱过不去 连红包都给你啦 我 几天明天还给你好了 不是啊 让我们先过 我们真的又半长时间到了 放心了 我拿人头保证 明天肯定还给你 说好了 结婚还你 要拆红包 一定要还给我啊 行啦 你们给我做这样啊 好好 那你赶紧让开啊 赶紧让开来呀 把这个财拿走 快点快点 快点 赶紧啊来 来 您还怎么 könnt 我怎么调那种 都出来不跟我说一下的 我怕你说我啦 Ex Wert 泱迪 快点 拿开了 叫还能 快点 先 pen 快点 尝尝 将生 来 上车上车 上车上车 进去进去 哇 新娘子回来了 好 你要信我了 快点 新娘子 漂亮 新娘子 哇 暑假今天收了多少铃银 起码有十几万 帅哥 辛苦了 那个新娘叫你进去喝一杯 喝一杯啊 对对对 吃饭了 他们都进桌了 你也进去吃饭吧 那我先进去了 这里有十几万银 我先放在这里 你帮我抛个啊 放心吧 我都嫁进来了 我又自家人了 放心啊 慢慢吃啊 喝多两杯啊 哎呀 吃饱了 啊 新娘子呢 哎呀 我李爸呢 哎呀 完了完了 快来 杨娜 新娘子跑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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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 哎呀 刚才叫来看一下 那李金钱啊 现在不见了 人都跑了 完了 会不会是变婚的 哎呀 是不是 刚才前面那个人 是变婚的 来救我们 骗钱的 吃火了 我们也吃火了 赶紧追啊 追追追追追追追 哎呀 怎么那么久 哎呀 哎呀 都那么久了 老公 我来了 来来来 你看 那么久 多少 我等他们都进去吃饭了 我才出来了 多少 哎呦 我花了花了 走走走 还有啊 我告诉你 这部车 它都是写在我名下 那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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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幹什么 剪斌 你放开 放开 放开 你完了 你什么呢 你放开 快快 真的是 来拿 干嘛 去 我没犯法 哎呀 来这里喝喜酒的 你们搞错了 喜酒 这是我哥 老师 那你们 刚才还说 哎呀 他欠你多少多少钱 没有没有 我没借那么多钱 我叫他拿就来给我 看着有多少 鬼鬼细细的 还那么快想要开车 刚才我们跑出来 晚上我隐隐又一听到 什么老公老婆的 肯定是公婆 两公婆来这里骗我 没有啦 没有他真的是我哥 难怪刚刚说 叫他还多少多少万钱 对啊 一会儿呢 看他们眼神刚刚 我觉得有点不动静 就这种拿专门骗婚的 就是那种骗婚 一个又一个这种人 没有我们是厨范 第一次啦 厨范你看就是证明他们是骗婚来了 对 这是连环套你们 这是他一个人的主意 他逼我来的 不还我的事意 狐狸尾巴闹出来了 我家里面剩有老婶 我们刚结婚家里面 别卖产 还有逮捕的小孩 真的真的 上面有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 求求你们 我们是第一次你放过 你别骂可怜啦 放过我妈妈 放过我们 配到多少 看一下 哎呦 好热 我的残礼盐有多少 全部在这里的 都他们做一辈子了 不要啊 不要 一定要抓他们去 免费馒头 不要啊 老体都要你们坐床 放过 都怪你啊 你把电话报警 快点 快点 不要报警啊 不要报警啊 不要走啊 你现在 都是你啊 都是你 出的什么都主意 你们赶紧过来一下 这里两个是变婚的 你是连公婆 专门变婚那种 赶紧过来 抓住这种人 快点 快点 快点过来啊 我们这里是 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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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们啦 求你们不要管我事啊 我跟他不是夫妻 我们已经离婚了的 是他逼我来的 那种话 留给警察手 等一下 你进里面 你跟警察慢慢 称联你们的事 我们没有耳朵听这种 放过我们 你这样送我们进去 我们就 钱都就没有了 我还三十来岁 你还有什么钱都 你想得到这种 知道这种问题 严重性 你还要做这种 你就这么坑害别人 这来了 这来了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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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我回来了 哎 他干嘛 为什么会 干嘛老公 你我们已经离婚了 知道吗 啊 那这里干什么 我没地方可屁啊 没地方去也不要来我这里啊 我们已经领了 离婚账了 你知道吗 看在我们十几年感情的份上 你给我个机会吗 你也好意思说 十几年啊 十几年啊 你蛋都没有一个啊 那我不是叫你我们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吗 我肯定不用去是你的问题 你我们没有检查过怎么知道是谁的问题 如果是我的问题的话那我那我积极配合好不好我去医治保证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就是说你有问题啊 就是说你有问题啊 所以说我们才离婚啊是不是啊 啊你十几年了啊 啊 蛋都没有一个搞得我在村里面 偷都抬不起来啊啊 知道吗 那我们我们现在去去检查一下嘛好不好 那姐姐你自己去写 现在离婚就已经领了 现在没有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知道吗 滚吧 老公再给我个机会嘛 我们十几年的感情多不容易啊 你也知道是十几年感情了啊 我当时为了嫁给你我都跟家里断绝了一切关系了 你现在要要我去哪里 你去哪里都不关我的事了 你你滚吧滚吧滚吧 有段要滚多耶 老公 你不要来这里纠缠我了啊 烦死了 老公你给我个机会吧 给我个机会好不好 老公 我怎么办呢老公开门好不好 老公开门我们去检查好不好 我们去检查一下嘛 哎什么你干嘛呢 村长 干嘛行李又丢到外面来啊 哎呀怎么回事 怎么办 干嘛干嘛 干嘛了 他跟我离婚啊 干嘛要离婚 他说我十几年连个蛋都没给他生一个 哎呀那就去检查一下嘛 你怎么欢 我叫他跟我去检查他也不去啊 全挂在你头上来 哎 那离婚了没有 离了 昨天就拿了离婚证了 哎 这种男女真是的 那那你怎么办 我我我当初为了嫁给他 我跟家里面都断绝了关系了 我我我现在也没有脸回去了 这样啊 要那要不我我带你去找个好人家了 我我这种二婚的人家愿意要吗 哎应该没问题的找一个韩涛老师了 但是先声明啊只要你不嫌弃啊 可能啊年龄大一点了 我无所谓了 反正我现在也没有地方去 最重要先给我找个落脚的地方吧 那行那行那行那 那就烧了 谢谢你啊兄长 这种男人 这里检查的不就检查的 看你以后怎么后悔 来就是这里的 这有靠谱吗 靠谱的韩涛老师 那就上了 等人一眼请你先放这里吧 阿娘 阿娘 谁啊 哎呀我啊村长啊 什么事啊 哎呀我 我帮你找个老婆啊你要吗 老婆啊 要啊 要就行 进来吧 进去慢慢谈 来来来来 点送啊 小默 你你你你坐这边 我不敢不敢 哎 要来跟你谈正事 哎呀今天呢 这个 叫小默 他是隔壁村啊 他就说明啊 他已经离过婚了 我把它介绍给你 你看你都几十岁了 都没有一个老婆 你觉得他怎么样 离婚 为什么离婚呢 我就明白了跟你说吧 他老公先他跟他十几年 大都没有一个 先他不会生产 这样啊 其实也不一定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叫他去检查 他就跟我去检查 对啊 应该这种应该是两个人的问题 应该去检查一下才知道 他老公就就一时太果断了 就一下子就跟他离婚了 离婚 哎呀还有什么问题 他不会下蛋啊 哎呀怎么行啊 哎呀没有 我又是干棍了 你看你都那么老了 五十几岁了 连老婆都没有一个 是吧 现在 你看你再不娶个老婆了吧 你就打一辈子光灌了 现在 你管他 会不会下蛋 你跟他 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老了有个伴 有个互相交易 你一定懂吗 等一下我养不起啊 这样 养不起什么养不起 两个人在家里面种种田 养养猪养养鸡 够吃就行了 你们你跟他一起去干活 啊 难道不行吗 日出 日出 来做日落文西 他难不难吗 不难吗 很勤快这个人 找个老爸就行了 他会不会 生孩子是吧 哎呀 那 没错 没错 什么啊 刚刚我已经跟他 你说得清清楚楚了 他说没问题 没问题 那现在就看你了 他五十多岁了 他就一个 一个人而已 家里面父母去世的早 又没有老婆 你看他怎么样 我都可以了 反正我现在 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他比较很好老师的 平时在家里面 猪中田 猪中地 羊羊鸡 羊羊猪猪的 干点龙华业 他会不会嫌弃我 怎么样 我说我 又不会下蛋 放心了 刚刚我已经跟他 说得清清楚楚了 你们现在 你们 你看 这叫缘分 能够坐在一起 是吧 你别管他那么 那个方便的问题了 只要两个人 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不管了 反正只要你 勤快努力 工作就行了 你放心 我很勤快的 准备疫情了 哎呀 下不下 我们守卫了 那你又安心在这里住下了 明天 你们就去办个手续 要抓紧时间了 好 谢谢分长 没事没事 那等一下你们 再去拿着行李 回来 那我先走了 煮饭吃吗 不用了 不用了 担务你们 给个红包你 哎呀 牛 别搞这种了 哎呀 给你了 留着你们两个 好过日子了 你生活也不容易 哎呀 那那你给我 不用不用 你给我出来 拿着行李回来就行了 好吧 哎呀 没办法 你不要去打压别人生活了 哎呀 告诉你这样吗 你带我去看 看他一眼 我觉得 不打压他的生活 行不行 等下你忍不住 你要去打压别人 我在远远的看 行吗 真的啊 真的 啊 求你了 村长 还行 行 那就成全你了 带你去 说好了 远远的看就行了 看也就行了 行行行 我只要他过得好 我就安心了 好不好 行行 上车上车 哎呀 哎呀 走啦 哎呀 打住 打住 小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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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了 不是 你出来的 你不用帮我 你怎么来了 小孟 妈妈 这个人是谁呀 叔叔 你先回去吧 你孩子都那么大 是啊 当年叫你去跟我去检查 你不去 真的是我的错 我现在后悔了 你跟我回家就行 你现在后悔也没用啊 我现在都有老公有儿子了 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了 找了找了找了 不是啊 哎呀 你听我说 哎呀 这几年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 真的是 吃不好 睡不好 都得医症了 知道吗 你这样我也没办法 你走吧 你走吧 我现在我生活过得很好 你叫成长给你 再介绍一个女孩子 好好对人家就行了 其他人没有你好啊 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很后悔啊 我 当初我不应该这样对你 知道吗 我没办法了 我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好 你真的 你回去吧 你叫成长介绍一个给你了 赶紧走啦 等下我老公出来要误会了 你快点走啦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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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给我一个改过是新的机会行不行 当然我叫你就给我一次机会 你是怎么做的 你那么绝绝灯 一下就把我赶出家门了 要不是有村长给我介绍啊 我都不知道流落在哪个街头 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 行不行啊 知道错也没用了 后悔也没用了 我现在 我现在有老公有儿子了 你赶紧走吧 走走走 村长放我说几句话啊 不用急啊 不能去打扰别人的生活啊 人家已经结婚了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我这个脑子是不是在当初想什么呢 真的是 我这样当初你不要那么绝情啊